说起24小时工作的器官,所有的第一反应都会是心脏。 其实除了心脏,咱们体内还有个劳膜。 肾脏24小时不停歇的过滤代谢废物,任何进入身体的物质、饮料、食物、空气和情绪压力所产生的毒素都会经过肾脏。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肾脏不断地为身体排毒,跑比体的净水器,但事实上肾脏也需要排毒,家里用过滤水器的都知道,用久了上面全是脏东西。 我们全身的血液,每小时经过肾脏20次,一旦污染毒素过多,就会造成肾脏负担太重,而导致肾功能退化,不但细胞外的水分的不到正常的调节,会出现水肿,酸碱平衡也会受到破坏。 六种信号是肾脏在求救当身体出现下面这六种情况时,千万注意了,这是肾脏在发出求救信号,一旦忽视,将对肾脏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甚至引发尿毒症。 一,容易疲倦身体内的毒素消耗了肾的能量,肾脏提供的能量减少,于是出现体倦,神皮撕碎,四肢无力等症状。 二,女性月经粮少,或经期短,颜色暗月经的产生和消失,都是肾功能是否旺盛的表现,如果肾脏中有很多毒素,经血就会减少。 三,下汗肠痘痘脸部下汗部位由肾管辖,肾的排毒不足,多余的毒素会表现在下汗部位。 四,水肿肾脏管理体内的液体运行,肾脏堆积毒素后,排出多余液体的能力降低,就出现了水肿,尤其是在早上很容易出现浮肿的现象。 五,尿液浑浊有泡沫尿液的清澈与否以及泡沫的多少都能很直观判断肾脏的健康状况,而肾脏一旦出现问题,就会与肾炎、肾结石、肾功能衰竭等疾病直接相关,严重的甚至会威胁生命。 若小便泡沫突然变多,长时间不消失,说明尿液中排泄的蛋白质较多,尿液颜色异常,成浓茶色,酱油色或浑浊如桃米水时,都因引起重视,这些都说明你的肾脏出现了问题。 六,脱发或者白发增多中医认为肾藏经,急滑在发,而头发的营养来自于血,肾藏经,经生水,耳水造血,所以头发的生机根本还在肾。 头发失去光泽,很早出现白发、脱发等症状,都有可能是你的肾脏出了问题。 除此之外,排有听力下降,腰酸背痛,都意味着肾脏出了问题。 清水煮一煮,排出肾脏十年毒,据加拿大自然疗法医生介绍,香菜在移除身体肌肋毒素的同时,还能维持肾脏健康。 用香菜给肾脏排毒的最佳方式是饮用香菜汁。 具体做法为,将香菜洗净切碎,放入锅里加水煮十分钟。 然后把煮过的香菜放凉,滤出叶子即可饮用。 每天喝一杯,坚持十天左右,就能将你肾脏所有积累的盐和其他毒素精排尿排出。 原理,现代医学认为,香菜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 研究发现,常食用香菜可消除血液中的有害物质。 香菜不仅能帮助肾脏排毒,还有发表透枕的功效,能够将体内的毒血发出来,治疗麻疹很有效。 一般分内服和外用两种,外用可取香菜,连根带叶,四两半斤左右煎水,熏蒸并擦洗全身大约十分钟。 内服食用30克左右就够了,一天一、二次,大和小孩都试用。 但是香菜并不是都爱吃,国外有部分网友甚至发起了抵制香菜的活动,他们说吃香菜相当于啃肥皂。 如果您也无法接受香菜的味道,但又想喂肾脏排毒,排有一水两菜也很有效果。 喝水肾脏最佳排毒时间是早晨5到7点,身体经过一夜的修复,到了早晨毒素都聚集在肾脏,这时喝一杯白水,冲刷一下肾脏,是将毒素排出体外的最简单方法。 饮用新鲜的水能够调节体温,润滑关节和肌肉,并促进消化,使肺物从肾脏和整个身体内排除出去。 未及时排出体外的垃圾累积在肾脏,可能粘在一起形成肾结石,分解并清除这些因素,饮水是一种很有效果的排毒方法。 小编推荐一个原创订阅号,复兴军事,每天精彩不断,爆料不断。 平常也要大量补充水分,保证每天喝够2000毫升水,当尿液颜色太黄表示水分不够,要适时补充。 冬瓜冬瓜是肾脏排毒食品,它富含之意,进入体后,会刺激肾脏增加尿液,排出体内的毒素。 食用时可用冬瓜煲汤或轻炒,味道尽量淡一些。 推荐吃法,冬瓜海带汤原料,冬瓜,海带,瘦肉。 做法,一,将冬瓜去皮然后洗净,海带进水去泥后切断,二,然后连同陈皮和瘦肉放进包中,加入8碗水,包约2小时,加盐调味即可饮用。 山药山药是肾脏抗毒食品,它虽然可以同时滋补很多脏气,但最终还是以补肾为主,经常吃山药可以增强肾脏的排毒功能。 推荐吃法,小米山药粥原料,鲜山药,小米做法,一,在水中滴入几滴醋,把山药洗净,顺便把手浸泡一下,手在稀释的醋中浸泡一下,切山药时就不会手痒了,二,将山药洗净削皮,切成小块,将山药洗净削皮,切成小块,三,小米和山药倒入砂锅熬成粥。 没有根坏的的,只有累死的牛。 肾脏24小时不停歇的工作,一旦累坏,命就没了。 香菜用清水煮一煮,多喝水,多吃冬瓜和山药,就能避免肾脏毒素堆积。 甚好不老。 香菜用清水煮一煮,多喝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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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